Hello 歡迎大家來到加加康 今天帶大家來到Nottingham的Arnold區 看一間三房的Anne Terrace 但這間三房的Anne Terrace 就擴闊了我的眼界 因為它裡面有一些功能 我從來未見過那麼特別 而且這間屋的問題 亦相對比其他屋較多而且嚴重 究竟有什麼事呢 事不宜遲 立即帶大家進去參觀一下 我們現在進來這間屋看一看 可以嗎?我可以打開燈嗎? 有,謝謝 這裡右邊上去就是樓梯 它亦有一個電的椅子可以上到上面 看看牆身方面 這裡的牆身質素就一般 全部都是牆紙 但亦有披口 這個是電話線 一直接駁到舊東西 我想跟舊東西有些關係 然後這個就是門口位置 門口位置就是比較殘舊 左邊這裡有一個小櫃 櫃子就是一個MCB Board 還有電錶都是在這裡裡面的 屋裡面有電話和安裝電話 這裡都是牆身有些披口 天花板是用了假天花的 你看到嗎? 一塊一塊假天花磚 就搭在天花上 左邊的牆紙都是質素一般 有Pattern和有點骯髒 地下的地毯就OK了 就是普通水平 不可以說很漂亮也不可以說很差 左邊進來就是客廳位置 客廳位置都是鋪了地毯和牆紙 天花板也是那種 類似Office那類型的假天花 整個客廳都是這種 但它有花紋 客廳位置OK 質素不差 那些玻璃窗也沒有脫銷 正常發揮 也都 應該短期內不需要換個Double Gazing Window 這裡就是接駁網絡 就有Virgin Media進來的 這裡有一個 Is that a gas fireplace? You think? Yeah, I think it's a gas fireplace 是,有一個GAS的 fireplace 裡面也裝了CAM 但是應該沒有人住 可能他想看看裡面什麼人 進來看他的屋子 這裡是Radiator 周圍都是牆紙 好,再過來我們可以進來這個位置看看 這裡鎖了,我們在這邊進去 好了 我們進來這裡看看 這裡是廚房 地上是鋪了Vinyl 但是左手邊你看到很差的質素 這些就要重新製造 你看Skirting那些都破爛了 這些也是可以拿走的 例如有洗衣機和煮食爐頭 但是這些是removable的 你看到,也是比較殘舊一點 裡面都很骯髒 沒有叉油煙機,就要自己重新裝 Boiler是一個Glowworm的conventional boiler 它就不是那些combi 周圍的那些廚櫃 你也預期可以拆掉它 雖然它可以的 還可以用的 它安裝了很多攝影機 這裡也有一隻 周圍每個位置都有 這裡的那些櫃桶 都是比較骯髒的 裡面有一個轉盤 這裡裡面有一個轉盤 但是就非常之骯髒的 看到它的轉盤 還功效的 但是就一般的 有一個洗衣機 這些也會留在這裡嗎? 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東西 還有洗衣機 我相信 他們會否會留在這裡 OK 不肯定會不會留在這裡 這裡的升盤下面 都比較骯髒 再看看這裡有個櫃的 放些茶杯的東西 還有微波爐的東西 整體來說 整個廚房就一般的了 有燈嗎? 我可以打開 有燈 有燈 我可以找到燈 謝謝 這裡也有燈的 天花板也是這種 好像辦公室的天花 謝謝 再過來這邊 這裡有個飯廳 飯廳也是鋪了一些天花 但是你看到這裡 是拱起了 是不平的 還有另外的天花 這些就有機會有結構問題 你看到這個位置 這個令我很不安 不知道後面是甚麼問題 那下來是長子 這裡也是鋪了長子 連廚房也一樣 質素一般 不算很好 地上鋪了 Final 也是用一些很便宜的物料做 不是英俊 所有東西都是這樣蓋住就算 也不是很新的 老實說 然後再過來 就可以看看 這裡的走廊位置 走廊位置就比較大 幾道門 第一道門進去這裡 就有個廁所 有盞燈 不過有盞燈燒了 這裡有個廁所 應該是走廊位置的廁所 有點奇怪 好像那些監房一樣 再過來這裡 也有一個類似儲物室 又不是 我進來 別有洞 是一個儲物室 這道門就出到外面 有兩道門 都是非常奇怪的設計 有燈 但是也是燒了 地上是石屎地 這裡也有一些防盜裝置 在外面進不到 在花園那裡 很奇怪 覺得自己好像 剛剛去完赤柱一樣 再過來這裡 就是這道門 就回到剛才那間房間 這裡就是出去花園 我們待會會出去看看 然後這裡就出去前門 我們現在回到上面看看 是可以嗎 我去到樓上 謝謝 那這道門 是開到的 這道門開到 進來的這個 餐廳 我最關心的都是這個位置 非常之奇怪 你看到廚房 都是鋪了長子的 我現在上去上面看看 好 那我們現在上去上面看看 你看到它這一種的假天花 天花就這樣搭上去 是一些類似法寶膠的物體 那樓上都是鋪上的 全部都是這一個東西 那也是長子 那老實說 基本上整間屋都要重新做過 很多地方都要 那先看看第一間房間 尾房 樓底有少許高 很少就是舊樓的樓底這麼高 天花都是這種法寶膠的假天花 那這些用來遮住漏水就是一樓的 留意是遮住 因為你滲很久都沒有滲下來 那這裡就有個櫃 就是樓梯頂的櫃 那這間房是OK的 裝修 那鋪上了長子 比較厚身一點的長子 也沒有髮毛那些 但是因為它全部都是長子 所以我們沒辦法看到這間屋有沒有問題 那門就比較舊了 那再過來左邊 第二間房 那它似是有放過錢進去裝修的 但是就不多了 而且都是比較便宜的裝修 那這裡都是 所有天花都是鋪上一種 法寶膠式的一種假天花 天花鑽 那這裡的房間 我不知道鏡頭能否拍到 就是這棵牆其實是彎的 微微向這樣拱起 這樣彎出去的 但我鏡頭未必看到的效果 那棵牆是不值的 那這棵牆是 所以我對這間屋的結構有少許懷疑 但是因為鋪上了長子 我實在在裡面是看不到的 肉眼是看不到有沒有問題 不過我就真的不太建議 就是它有隱藏的風險很高 它下面的Gas Fire Place 上面其實也有一個 Fire Place 不過它封了 但是你不知道它有沒有封過Chimney 因為只是放了一塊板在這裡封了 木板封了這個口 所以實在有沒有封過Chimney 我們在這裡看不到的 開燈就只能開到那棵 看看這裡能否開到燈 開到的 這裡也有燈 OK 那這間房就看完了 那就是第三間房 那這裡呢 就是它的地下下面出現問題的那間房的上面 那我就這樣用眼這個位置就看不到有什麼問題 那它的天花就沒有鋪到那些假天花 但是就油了一些凹凸紋的油 其實都挺噁心的 長生也是厚厚的長子 老實說你告訴我 沒有結構問題 我就不太相信 因為你可以看得出 在長子背後 其實很殘的 比如這個櫃這樣 這些是一些很舊很舊的長子 地下的floor board 這些位置就沒有鋪了 那也可以從這些地方找到一些端藝的 譬如這些位置 你看到是掉漆的 那如果你拿開長子裡面 可能很多地方都煤了 那這些也是做得不好 譬如這些 兇了 看到嗎 但是我們鋪了長子之後 就無從得知 這還要是比較厚的 那有沒有滲水呢 是看不出來的 那它也鋪得不好 你看到是一條條的 這麼厚的長子都鋪到一條條的 你知道它手工就不太漂亮了 那這些位置也是鋪厚的 這些位置 你看到也是鋪得不好 那外面的Scarfix又沒有問題 反而 我們看看這裡的花園位置 那這裡看下去的花園 就OK 勉強 我們待會再去看看 那它那個監房的物體 那裡其實是一個Flat Roof的 那Flat Roof其實是不好的 就有機會有滲水的 那它這裡後面是別人 一個公家的地方 又不是的 它是一個花園來的 但是就屬於很多個人 圍埋一個很大的花園 但是不知道它入口在哪裡 你看到一個很大的草地 你看到後面這裡 但是又不是屬於任何一家屋的 那它和旁邊屋的欄比較矮 不過是磚的欄 這邊就是石屎欄 這裡還有一個櫃的 那這裡就看到了 conventional boiler的 那個water tank 那肯定它這個不是combi 就是普通的conventional boiler 那有順順的歷史 就算買這家屋也要換上 boiler 那這裡也有盞燈 比較舊身 舊一點 這裏長身的長子也都普普通通 好老實說 再過來這裏呢 就是廁所了 那廁所呢 就有一盞燈 OK光的 但是它也是做了這種假天花 但是呢 是鋪了一些燈 就是看這裏的位 是剪得很差的 長身是鋪了鑽 鑽的鑽到頂上 但是呢 你看到呢 那些pipework是外露了的 也都沒有修補過的 那我很懷疑 它之前可能有漏過水 如果不是的話 不會這樣鑽開了 你至少都找些東西蓋住 shower 用電shower 因為有波納根本推不到 推不到shower 那這些位置呢 也是做得很差 那這些位置 很容易漏水的 那整個廁所 我覺得都是要駁過去 你看到這些skirting位 都不值的 地下呢 就是膠皮來的 整體來說 那個廁所完全不合格 也都沒有抽氣線 那 只有一隻窗 那 就 還要是開不了的 對了 應該是鎖了 我猜 我猜是鎖了 看看 扭開它 可以不可以 我放棄 開不了 這裡也有一隻窗 但是 是開不了的 是沒有開關的 那這個廁所都 零分 可以不用看 那 那個 Landing位置 都是差不多 地毯 我們現在出去外面的花園看看 那這隻 French door 比較窄身 少有的 那 那個花園呢 你看到呢 地下的磚 都是很差的 也有很多 是凹了 這些位置 彎了下去 也不平 那 有些settlement 你看到這些裂痕 這些settlement 那些磚地 那再看看這間屋的外觀 一如所料 非常之多地方 是有 修補過的 那 那 譬如Linto位置 這些位置 你看到呢 明顯收補過 那 那 那 另外呢 看上去那個 Breakwork 呢 就 不多 健康 很多位置 看上去 都是有些癌痕 那 最明顯的地方 這個呢 如果不近看 是找不到的 這裡 應該是有個subsidants 這些位置 看不見到 明顯修補過 你隱約看到條線在這裡 這個位置 那這些是no no big no no 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算弄好也好 完全不建議買 那 我們儘管看賣了 找到一個地方有 左邊也有 水管附近 看不見到這裡 正常的屋 那些磚不會那麼差的 屋頂方面 暫時 不算太大問題 沒有什麼嚴重的地衣 青苔也沒有脫磚 反而旁邊有脫 旁邊有脫了 這邊就沒有 龍骨位置 就有少少 這個手指指著的位置 最頂的地方也要做 remotor 那這些就不算是太大的問題 不過本身屋的外場質素 就不行 還有它左邊的 那個 extend了出來的部分 雖然旁邊的屋 都是這樣的 但是它是 得物無所用的那個位 好像監倉一樣 整個花園 其他地方可以 這裡後面的fencing 都沒有問題 我們剛才在上面 都看了下來了 這些地方都是還可以的 整體來說 房子的 隔壁都不太行 比如那裡 梳氣位這個位置 吉塔下面 這裡 看到都是 有些離罩的感覺 有些磚是脫脫的 那些摩塔沒有做好 感覺上這場是經歷過 幾次的settlement 和subsidance 最明顯就是 窗右下角的位置 我手指著的位置 另外下面這裡都有 這些位置 都輕微看得出 它之前有 試過有問題 這裡也都改了pipework 我們這間屋 後面 大概就看了這麼多 我們出來看看這間屋的外觀 後面就差過前面 不過前面一樣有問題 最明顯的地方 就是這裡 這隻窗 stair cracking 非常之嚴重 那邊也曾經出過 試修補過 這邊也是 這間屋 肯定 除了還沒有說髒話之外 肯定是有嚴重的結構問題 再看這裏 stair cracking 這間屋 前後已經被我找到四個地方 有stair cracking 還有 嘩 嘩 這個位置看到嗎 嘩 不得了 我想我看這麼久 第一次見一間屋 是多得這麼誇張 非常之大件事 這間屋 上面的屋頂沒有問題 暫時看這個方向都還可以 不過其實其他都不用怎麼看的了 就是看到它的結構問題 這間屋都已經可以跟它說 say good bye 下面那個地下 你看到這裡都有 settlement的問題 已經裂了 進去那個位置都裂了 我們再看看 地下都已經 寄出了問題出來 一直到這裡都是裂的 而且也沒有去水 那如果有 這裡不會水浸的 因為這裡比較高地 還有斜下去 你再看看這裡 這個位置 我走過去 這個位置 到門都煤了 這座牆是跟別人分享的 就是那個監倉位置 但是這座牆呢 都是九級廢路 比如這個位置 你看到 這個位置 整塊換過 這個位置 那這裡呢 也有一個 類似 地下避塞 那樣的物體 我也不肯定 什麼 是呢 開不開到呢 是開到 這裡呢 喔 樓梯底還有一個位置 在這裡 那你看到這裡 又是有問題了 那個damp proof course 這裡 硬用膠塞了它 曾經這裡出現過事的 那這間屋呢 那這間屋呢 是很大的問題 那再下來呢 看看它旁邊 旁邊呢 這裡也是 有修補過 好 長身方面 旁邊反而比前後好些 那 但我都不可以說是好的了 我可以再看 遠一點 對了 旁邊還可以 但都很多位要 那些摩塔那些都掉了 那 那 不敢恭維這間屋 不懂得欣賞 我只能夠說 買了它真的捉到它 好多人看 我想強調這間屋 超級多人看 我已經是第六七班人進去這間屋了 好 好 好 還有 好 爪 comm 嘛 感谢观看